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 我们的祖先当时也只是为了生存需要才吃掉你们的 时过境迁 人类这个物种现在已经完全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 而可怕的是 你们不再是因为生存或是害怕而捕着我们 你们奇特的审美 古怪的养生 荒诞的宠爱 让我们的族群经历了N多种死法 你们扒了我们的皮 把它做成包或者服装 拆了我们的骨 把它做成养生粥 生取我们的胆来当救命的药 从皮到骨 你们人类对我们蛇类的索取实在是无度而凶残 但我知道 你和你那帮小朋友是不会伤害我的 因为我知道 那个唱歌跑调的老师和那个带你们去看我的老朋友猛山落铁头的小胡子哥常常来这里 他们没有恶意 可是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们呢 也不是所有的蛇都像我一样 生活在自然保护区里得以生息 城市的建立和发展 公路的广格化破坏了我们的圣经 我们的其他族类被迫生活在被切割的环境中 不得不学会适应被你们改造的环境 我们尝试和你们人类和谐相处 可是你们人类却因为怕而攻击我们 更因为其他更多的原因而捕捉我们 很多人杀了我的童族来做药 泡酒 甚至变成人类的美食美物 在地球上 我们的种类有大约三千种 而因为人类的贪婪 我们的一部分族群正在慢慢的消失 另外一部分正在迅速的繁衍 而这一切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很难预测的 如果我们蛇族的数量减少 老鼠和青蛙的数量会增加 而蛇的捕食者猛禽老鹰的数量就会减少 如果我们蛇族的天体少了 我们蛇族增加繁衍 那么人类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有限 有一天你们人类都会barbecue了 所以我们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相互敬畏 相互依存 我个人 啊不对 蛇不支持徐仙和白娘子这样的跨物种爱情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 友谊天长地久和谐相处啊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